早晨,大家好,今天是5月6日,星期二得道,早晨,财经,我是你们的主持道心 令数据变为机会,让知识变为财富,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首先讲讲免责先免先 本节目提及的内容仅作为讨论分析使用不作为任何买卖建议投资推介,仅作参考风险自负 有这么久风流,有这么久截朵,那哪里来哪里还,那我说什么呢? 昨晚美股飙升了932点,那现在这一刻的,是今晚早点了,今晚是夜晚12点44分 那这一刻呢,道指一开,现在暂时跌1,125点了 那换句话说呢,昨晚932点蒸发了,还要多200几点啊 那当然港股都不差啦,不差不是意思,是不差会有,又顶得住 不差是意思,还比美股还差,因为为什么呢? 那因为昨天美股都假的升了900几点啊 那今天港股不但不止呢,没有升到跟回这个美股呢,还要是跌少少啊 那跌少少之余呢,夜期都还要跟跌啊 那待会再跟你们讲讲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啦 那今天港股呢,那是威是勢哦,那是威是勢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开市的时候呢,没多久呢,就已经是升到全日最高位了 那就是这个9点26分左右呢,那升到21216啊 那就是这个期指位,那就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我在这个节目通常都是讲期指位的啦 那这个是SPtrader的那个价来的啊,期指,真是那个期指位 那接着呢,就应声下跌,那今天跟到我,涂心炒沽,没办法啦 我真的,技术所限,也是资质所限啦,那今早一开市呢,小弟呢 那如果IG来说最高呢,就21300点,那小弟低30点就已经叫沽了啦,那21270的,那已经叫沽了,那我第一个给的位呢,就是2150的啦 那接着呢,再下一个位呢,就已经是20932啦,那大致上呢,那都到了啦,那因为呢,如果这样计呢,现在晚上呢,那死不死呢,你说,那我们说,那这个香港呢,已经没什么样的更新了,90几点 那但是一开没多久,211,216,那如果这个期指位的话呢,那现在跌,跌到下去什么呢,那跌足1000点啦,128点啦 那现在呢,现在的期指位,在10点48分呢,现在是只有2025点啦,差不多就来呢,19000多啦,那又,即是换句话说,由今早港期的21218,216,啊,没有了1200点啦,那换句话说,跌了1200点啦,那就无故啦啦,那不但呢,那那 那这个,啊,那美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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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就跟着足,那这个大不大话呢,那那明早都是大不大话的啦,那一早做下去呢,那那有机会呢,那有二万点,不知道收不收到了啦,那明天才算过,那那可以这么说,就是换句话说啦,那跟大家说过啦,那那那个,那那个,小心造高台呢,那那那也是一个陷阱,那那所以大家也都要,要真是呢,也都看回事后, 就看回呢,那那时候上个礼拜那个急升的时候呢,那那那,跟着,再加上连续几天的升呢,可能呢,大户可能都放得货哦,那又堆回去啦,那所以这个都,那那那昨晚美股才是拍烂手掌,那那那那升九百几点,现在就做回千几点下去,那那那我都觉得,啊,就是如果现在都不是叫炒股啦,那那之前啊,啊,啊,Johnny也都说过啦,那现在的市呢,基本上呢, 没有投资可言的,全部都是投机的,那那那大家真是如果,啊,啊,太过,你原来只是忠诚于买股票呢,那那基本上这些时间里面呢,那那其实你和期指的操作没有分别而已,差不多,啊,啊,买一两天呢,基本上呢,甚至几个钟盯着呢,可能都要,已经要估了啦,那那那上个礼拜当然啦,如果有一些股的,看到今个礼拜,那那如果高位你不放呢,那那就小心点右被人锁住的啦, 好,那那那就说回美股啦,美国三十年国债呢,知识率涨至3.14厘,加上生产总数据那个信预期,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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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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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美元也跌4.8% 所以这些都是道市成份股比较跌得多 英镑月美元也跌了2% 数据方面美国上周首次新领失业救济人数 达到20万 按周就加1.9万人 市场预期就是18万人 美国今年第一季非农生产率环比年率就跌了7.5% 创1947年以来 最大跌幅预期是下跌5.3% 英伦银行加息2.0.25厘 基准利率升至1厘 符合市场预期 英伦银行行长贝利表示 不同意急剧加息的呼声 也都尚未就何时开始出售 英国国债作出决定 不打算8月之前再出售 英镑就急4.41% 报1.2331美元 美元急弹 这个ICE美汇指数抽高了1.13% 报103.3 5月1元的欧罗都升至1% 升至130.4日元 刚才听到英联银行再加息0.25厘 他们预料第四季经济会陷入收缩 榜汇也下车 对港元来说失手9.98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虽然0.25厘已经预期了 但是预料第四季经济陷入收缩 这个可能比较好比较老大 这就是一个不是初头的预期 所以只能比较大 这个区别比较大 也当然当然是自己作主 如果花了那么多钱 我们就自己不作主 更何况是一个比较多意见 和多新搞作的idea 不同的意念 可能一融入公司 也会有一个不同的变化 今天就有所指 美国SEC 将88只的中概股 预备除牌名单 这个赵立坚 反而说得很中性 取决于中美的审计进度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5月4日再次将88家中国企业 纳入至美国证交所的预除牌名单 包括京东、拼多多、网易和Bilibili 也都在list里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里面 中国证券监管部门 就此与美国证券监管部门 沟通中国企业被列入 有关名单 是美方执行相关的步骤而已 再说一些 比较中性以前 这只 转出狼狗 肯定是肯定是肯定的 但已经没了声气了 有机会这陈连传了 我们听听一下Tony和Johnny 传了 职尚都没了声气了 究竟是否真的中国的深层政府和美国的深层政府已达成了协议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 但是如果大大真的没了声气的时候 会不会是井喷息的 A股升 而港股又井喷息的 造成一个 同景 我想这个 没得了声气 可能连任 可能分钟值 1000-1500点 那儘管看看 本港三月份 零售总销额 按年就下跌了13.8% 首季也下跌了7.6% 政府公布的 三月零售总销货价值 的临时估计就238亿 按年跌13.8% 与年同期比较 就202年的首季 那个零售业总销价值 临时估计下跌了7.6% 其中三月份的网上销售占11.7% 按年 按该月那个 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的 临时估计是28亿 教育童年就上升30.9% 也都包括 原来那个 中标那些 那些零售品 名贵货品 全部都错了四成 那那个当然了 现在没有了那些 这样的自由行 那还不死吗 所以这个呢 但现在这个数据 都挺 按年跌 13.8都多的 所以希望这个香港的第二季 因为消费券会不会有所提升 令到那个加上这个防疫 的措施又慢慢放宽 会不会呢 也都可以振兴 那刚才我说呢 这个被美列预定锤牌名单 那其中呢 网易就说对业务运营就没有影响 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CC呢 就把六批合共八十八只的 中概股纳入这个 预定锤牌名单 包括网易的 那当然这个 其中按列 那网易就回答是什么呢 回答是对业务运营 没有影响的 有影响都说没有影响啦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暂时来说 会不会可以用这些太极招数 都可以轻轻回答过呢 那我们就真的要看看 因为如果真的要做呢 都挺麻烦的 那当然啦 刚才我说了 会不会已经谈好数 只不过程序呢 因为自立坚没有费的 那又要看看啦 说不定可能有后着 就是谈好数 到时又说 不停给回我 那个底稿 那接着呢 那个底稿究竟是因为坚呢 又或者是放松了那个 要求呢 那看看这个美国 中国那个 到时呢 执约那样执啦 那今天呢 说回港股啦 高开低售 失手21,000 联储局宣布加息 汇丰都照下跌 那所以呢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升了啦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做过高位 其实在27和汇丰 4、27那时已经开始升了啦 如果 如果IG应该升5点几% 如果IG算呢 你肯找IG炒一段 这些转都赚10倍 都有这个五十几% 所以这个 那这些 炒一转又真的都不错的 但是当然要 盯着啦 也都 无需要说 太大的那个 摆几天 但是摆几天里面呢 那个 风险性 也都回风 其实就不 高的 我只想看 当时啊 上个礼拜的低位 值得入的 那呢 联储局宣布 加息0.5厘 但是 银行股 表现失息 没办法啦 这个 叫做 好消息就出货嘛 对不对 那 汇丰收市日报 这个50 $0.40 半就跌了 0.6% 渣打就升1% 那么中银就跌0.2% 东亚就跌了1.7% 科学股方面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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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0.5% 美团就跌了0.1% 其实 每个都好 好轻微啊 阿里巴巴就跌了0.16% 那么小米升多一点 就跌了1.8% 医药股方面呢 药棉生物跌了4.9% 每天都跌的 中生制跌了0.30% 阿里健康跌了1.5% 那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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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ão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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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明显是做过高位的时候高台 跟着跳水现在跳了成千点下来了 所以呢 炒港股都是买跌好过买上 起码这个买上那段时间你都很难租 这么短的时间你明白 但是买跌的时候还有一些首应可以追的 其实那些醒目资金就没什么入市的 可以这么说 因为呢其实北水啦 北水长假期回归之后呢 今天开市呢 跟随了美股高开 不过早前已经明显升 已经缺乏独力了 资金一看到呢 其实有少少保留的 因为一路这样你产上的时候 好像一路一路派的 其实都那些位都站不到 虽然美股900升 932点都不能够令到港股跟随 那其实对后市都抱有这个几大的保留 那这个今天呢 不升反跌呢 那他也是反映出这个大活 怎么看后市 那其实市场现加呢 就因为联储股不急于加四分三厘 那决定暂时加半厘之外呢 就已经找不到什么好消息了 那下个月呢 在联储股开展这个缩表行动呢 加息加上缩表呢 那其实没人试过同步进行的 那所以这个有一个忧虑都担忧都是对的 那加上俄罗斯普京也都签署命令 对不友好个人的实体 关于产品和抗产就不止出口 那究竟最终会否导致大众商品会否急升呢 那以至影响了上流的新态链的停滞呢 那所以这个就是生活以待了 那以大事来讲的 那有机会我都会看一万九千五五左右 这些位置差不多的 可能暂时这个底先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做了高低脚呢 那也都我们有待观察 那应该来讲一万八千多 那那个位置可能呢 就暂时来计算的 未必会到到太过会穿底的机会 就微一点点 自然个人这么看 美国通胀是算什么呀 最近呢 如果看回土耳其 4月的CPI呢 是升了70% 那再创20年新高 那不少国家的投资支付 但是对土耳其来预算轻松 据土耳其这个统计局公布呢 4月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呢 按年就升了69.97% 在2002年3月来最新高 那那个土耳其呢 3月的CPI就升到61.1% 当你通胀不停升 这个分析指呢 这个与你拉大副变质 和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有关的 虽然面对通胀 但当局并无采取加息的行动 所以这个与你拉大副变质 这个与你拉大副变质 去管经济 厉害 好了 现在1.11分左右了 那美股呢 跌了922点 曾经又拉扎 收纱回那个跌幅 跌8百几点 最近的时候跌了1110点左右的 所以这个也都全球看着那个美股 那都玩得了 那个升降机都真是厉害 我自然问呢 我们炒开即使都觉得夸张 更何况 那些不是炒开指数 或者太多献身工具的散户呢 都觉得今天呢 那现在挖得很厉害 那当然啦 我就自己看 重新了1万9千多呢 那就差不多了 那应该呢 有机会呢 可能捉多个底 但是什么时候呢 那就密切留意一下 徒心炒股啦 那可能呢 有时候炒短线来说的 那又撞中了低位都不顶的 那上次撞中了1万8千多的低位 1万8千150多呢 那我差20点左右 那要撞这些低位呢 那都要小心机 那看看今个礼拜也都 那明天 明天 明天晚上 会讲飞龙的了 那也都公布的时候 那究竟下个礼拜 那现在都刚刚第一个礼拜 都有这个港股 那但是已经 好像今个月的 开头都一样的 那当然 那看看会不会在月头里面呢 那现在暂时来说的 会不会做了一个 然后再堆下去 那以至呢 那可能呢 就已经 在头的 一个礼拜 左右 已经见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啦 那整个月流流长的 可能的方向呢 就未必那么早出指的 那你可以 先升后跌再升都还可以 那所以这些呢 那通常很多时候呢 在月中里面呢 那你有没有留意呢 有时 那些股票呢 那在指数里面的 那些低位呢 通常都是月中的嘛 那所以呢 也都留意 那有机会 一万八千多 有机会 那今年会不会 真的成为了一个 大底部呢 那这个呢 有待确认 那当然 那我个人 偏向呢 是有机会的 也都可能呢 是见到一个暂时性的 这几个月里面的一个底部 那但是再长远一点点 那想一下呢 都未必至一千点 一二千点 二千点都不出奇 因为各大行业呢 就不再监管了嘛 那可能呢 这个 啊 会可能呢 资本世界里面呢 那个运行呢 有钱齐齐 那那个风气呢 可能也都令到一个 井喷息的反弹都不低 那当然 这些是 纯粹FF的 那但是 不是这一单 就有第二单而已 那港股暂时来讲的 坐多下落去的时候 大家密切部署停呢 可能呢 如果五月份 会不会 六月份就已经是 五月份已经跌完呢 六月就 开始没升起飞呢 可能部署下半年呢 那大家也都要紧密去留意 那也都 随时 这个看着 杜心炒股啦 Facebook 也都听听我们的节目 那我会再提到 大家那个 不同的后向 因为虽然 现在那个债息又这么紧要啊 之前又说这个 那这一回没什么怎么传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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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很多的债息又升得很紧要啦 那又倒挂啦 是的 这个倒挂啦 那所以呢 这些这样的传闻呢 有些消息呢 就是有些大户呢 在这里 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也都考验着我们的耐性 会不会有些呢 在我们不在这一时间 我们还在想着 会不会去回到 一万八千多的时候 超超地 已经可能坐得两 可能坐完这几天的时候 一万九千多已经是暗暗地 已经是会回上了 因为几只的大蓝丑呢 那个形势来说 有些是见底的 那些方网股也好 或者是 那些方网股啦 所以如果是再坐多一下的时候 那可能会不会就是一个 几好的蓝底位呢 所以大家也都留意一下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也都感谢大家收听 也都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星期二得渡 星期二日报 和星期二新闻集 做齐六部曲啊 也都记得支持我们的节目啦 还有如果有直播就看直播啦 那其实再重新一句 那其实这几天都不错的 那当然啦 昨晚炒美股啊 真的我炒得太晚了 所以太晚睡了啦 今早顶着鸡头能够炒到一段的跌幅呢 那跟着我已经大昏迷的啦 那其实都算不错啦 那连续两天的 那都不是两天的啦 那今天的 那一路我都猜着 小心做顶也都会跌回来 那通常这些 美股大升的时候呢 我真的不怕你有牙的 虽然开市位 升了上去 但是你开市位升了上去 然后做了那顶 再跌破 破坏的开市位呢 那基本上这些市都是大昏迷的啦 那所以呢 那来近的 如果继续支持我们 那记得听我们的视频啦 还有 不看这个杜心炒股啦 Facebook里面 那也都有 update的位置 或者update的方向呢 好像昨天 呃呃呃呃 前日 我们都有 有同学说 9点15分到开始啦 都今天都是炒跌的啦 那也都连续两天都 中了的 那希望也都 那也都 那也都稀韵啦 那可以继续 可以多些网友呢 如果支持我的话呢 可以叫多些人 like我Facebook 多些听我的节目 那也都 那多谢各位先啦 那那 那这就好了啦 那大家赢多些啦 拜拜